大家好,我是你妈 这个饱满平整的机器边 它是用缝合针缝的 具体是怎么缝的呢 下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你看它的弹性特别好 而且饱满平整 我们首先把这个毛一针取下来 这个线圈就分成了两排 你看 这样拨一拨 它就分成了两排 下针是一排 上针它是一排 分成两排 这样缝合起来比较方便一点 我用其他的颜色来缝合 大家看得更清楚一些 你看里边这一针呢 它是第一针 我们就从它入针 从里向外入针 直接进入到外边这一个线圈里边 再回到里边这一层 我们还是从边上这一针里边入针 一个线圈里边要入针两次的 从里向外入针 第二针从外向里这样入针 又回到了外边这层 外边这层呢 这一针里边呢 是从外向里入针 这一针呢 后边看这一针 它是从里向外 它是相反的 也就是说呢 这个线圈呢 一定要把它弄平 不能把它弄一个扭针 这样弄扭了以后呢 它缝合出来 它是不漂亮的 一定要把它弄平 平了以后呢 它缝合出来呢 它是很平整的 一定是一个线圈里边 进线两次 首先要匀 这样缝合出来以后呢 它这个针角大小 基本上就是一样的 里边这层呢 进线了两次 两个针线圈 进线两个线圈 外边这层呢 也是一次进线了 两个线圈 一定要注意针的方向 这样缝合比我们在毛衣针上 缝合要方便得多 最后再进入里边这个线圈 再回到外边这个线圈里边 这个缝合呢 就完成了 你看它呢 边很饱满的 极平整又饱满 这个方法我就分享完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 想看更多的视频 请点击我的头像 谢谢你们关注 我们下期见